Andrew 哥哥是否在這裡? Hello Hello Andrew 多謝你 師傅 你好 Peter 你好 你好 Andrew Andrew 其實剛才我們打電話給你之前 其實我們就已經播了你分享給我們 你和媽媽的一些對話 講這個時代廣場的 有一些你媽媽的經歷 OK 沒錯 因為他在裡面已經說了 你們也說了一遍有了廣場 其實我們什麼都可以說 所以無所謂 不要緊 我經常說這個世界有哪兒沒有鬼 還有哪兒沒有死過人 但是因為媽媽那裡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所以我們也沒有全部播放 也會留下一點 有空又播放一點給大家聽 但今天為何會特意想和你聊聊天 當然是你私底下有和我分享過 原來有很多事情我都覺得是頗有趣的 希望你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給大師傅一點資訊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是呀 Big Steve Andrew 的哥哥 原來是在泰國出家的 挺好的 是的 但是 Andrew 和我們說一說 為何他會在泰國出家 其實這故事也挺痛苦的 其實他本身因為 我這個哥哥和我其實不是同一個爸爸 我媽媽在泰國的時候已經生了他出來 後來我媽媽來到香港的時候 你的媽媽是泰國人來的? 是的 是泰國人來的 他後來他離去香港 其實在70年代 香港很多買老婆的事情發生了 而我爸爸當時就買了我媽媽回來 然後就生了我 而他在泰國那邊是沒有結婚的 所以其實我哥哥一直都是沒有人看著他 只有婆婆和姨媽在那邊看著他 他可能長年都沒有家人照顧他 他就學壞了 有一段時間他就去吸天拿水 結果他就變了他的腦子有些受損 變了他有些表達方面做得不太好 就是跟別人表達得不太好 噢 吸收到細胞死了 然後開始人反應慢了 是的 但是他又很有心 他也會很想念媽媽 也會 仍然記得我們小時候去泰國探望他們的時候 那些片段都仍然很記得 他就想著不如我出家 這樣可以減輕家庭負擔 因為他工作不到 Andre 你先等一等 因為我發覺我們Facebook Live的朋友 其實只有我們在說話 他們是聽不到Andre說話的 Facebook Live那邊的朋友 因為聲音沒有傳送到這邊 我只是聽耳朵才能聽到 所以不如在這裡 我們跟Facebook Live的朋友說再見 我們先關掉Facebook Live 好 因為我們需要一段多長的時間 會跟Andre聊天 有興趣知道Andre和我們分享什麼故事 記得看節目 謝謝 好 Andre你可以繼續 是 剛才說到 在泰國 其實他們出家 一方面 我哥哥當時的決定 就是覺得 他出了家之後 家裡就不用養他 另一方面 其實他出家 也會對媽媽 是一個福氣 他們會覺得是這樣 是 其實他都出了家十幾年 當中也有些 事情令到他 一開始出家 因為他們過了中午就不能吃飯 所以他們會覺得肚餓 又會偷吃 當時已經放棄過一段時間 做不到 他就回家 過了一段時間 他又再去做過 現在他已經沒有再偷吃這個事情 他做了十幾年和尚 我想問一下 順便問一下碧師傅 我們之前很不幸地 香港寶蓮子 兩位高僧就被人拍到 他們去了夏威夷玩 又穿了比基尼 之外之類 我們上一集已經說了很多 今集不多說了 但我想問一下Andreau 和碧師傅 在泰國當和尚 其實應該要怎樣 剛剛聽Andreau所說 其實也挺貧苦 可以這樣說嗎 如果他不在曼谷 就會貧苦一點 Andreau 你哥哥在曼谷嗎 其實他在曼谷的西面 都離去曼谷多遠 如果在曼谷過去要兩個小時才可以到 你能說出那個地方 那個省叫什麼名字 它叫班逢 那個地方 班逢 即是中文譯名 中文是班逢 對 就不知道泰文叫什麼名字 我不懂得發音 不要緊 不要緊 但也算是在火車站 在西面 在泰國的西面 在西面 在泰國的西面 是 是 好像叫Watcha Watcha Barbelly 我不是很懂得那個字 不好意思 是 不要緊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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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碧師傅正在想 如果你問我 那間廟 大約那個地點 應該都會管得很緊 是 守行為都很厲害 是 那些大和尚 是一定要看著 特別是今年 泰國的當兵是管 他做總統 軍政府 是 今年他管了所有宗教 管了所有東西 總之 連罰錢都罰到了 因為政府是破產 要罰錢 就 找誰還沒交稅 就會吸財吸得厲害 變成 如果你哥哥在那裡 應該都 其實餓 你不用怕他餓到 如果他要餓到 如果他要餓到 都是因為12點之後 不能吃東西 只可以喝東西 只可以喝東西 他之後早8點 他又吃一次飯 太晚叫做診 診飯 診一次飯 診就是吃 拿來形容在和尚上 如果 最後一頓 他的最後一頓 就是不可以 遇到12點 要11點半吃 可以吃到1點 沒事 如果12點 不可以吃到1點 你不可以1點吃 你一定要 要11點 要11點吃到1點 要12點吃到1點 不可以12點半開始 OK 就是所謂的過午不吃 我也做過 一夜晚就肚子 到頭暈生氣 是 我喝維他奶 都胖了 因為不行 就肚子 Andreau給了幾張照片 我們看 照片的環境 其實就是你哥哥住的地方 那間房 是嗎 是的 他的廟裡有一個房間 給他住 他就在裡面念經 那邊也很簡單 這張照片我又看到 好像有和尚用品 有人過來供 那些叫神吉炭 有人過來供 裏面有和尚用品 有牙膏 有蕃茄 有平時人要用的東西 但是香的東西要戒 爽身粉不行 有香味的東西要戒 香味的東西不行 因為和尚是在售 好像227戒 如果沒有記錯 好 Andreau給我們幾張照片 我們可不可以循環一下照片 是 其實除了看到環境 很簡單 簡單可以稱之為簡陋 Andreau 我們只看到窗口的位置 有些布掛了 另外 那些是橙色的衣服嗎 是的 他穿橙衣服 Andreau 你說什麼 他那些衣服是善信送給他 他沒有衣櫃 所以只可以掛在那裡 是 很多人喜歡貢 即是橙黃色 我看過他只掛在一條繩上 是 是 那是有沒有床的地方 沒有 沒有 你的枕頭可以放在地上 就是躺在地上 但我之前做和尚 我家園是有 這兩張照片不要外出 有床的 但是硬的 都是木的 木的 好像床一樣 但是硬的 床扮 不軟就可以 要硬睡 如果軟就 煩 其實在這個過程 要生活得這麼艱苦 其實目的是什麼 守 守行為 練自己的道行 練自己的隱仰 令到 其實他進去之後 我相信他不覺得他會欠些什麼 因為菜又很豐富 飯又很豐富 身邊同事 或者隔壁左右和尚 如果他不懂得說太文的話 應該會更加對他很好 如果他懂得說 什麼話 他懂得說太文的話 如果他是太文的話 你更加不用擔心 而Andrew 你可以說一下他平日常生活 每一天大約是怎樣的 據我所見 其實他大概每天五六點 他就會赤腳走一段路去化園 是的 他們穿的那些人就會做好飯 等一些和尚來拿 通常他們做的是什麼飯 其實很普通 不會只是菜 一定是有肉 因為家裡有什麼 就煮什麼 有菜 有飯 有菜 有辣椒 有醬 有醬 有水 我懂得到的意思 總之別人給你什麼 你就吃什麼 所以當中有可能會有肉 但因為化園的過程中 其實其中一件 我知道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要打擾到別人 所以不會刻意要別人 只是給齋菜 或者吃什麼 反而就是 總之別人當行過方便之門 別人給什麼你就要什麼 因為我回看佛書 就是以前佛祖流下來的 就是吃齋 對 吃齋比吃肉好 但是我們當和尚 我們沒有工作 我們要靠村裡的人給我們飯 給我們吃 我們還要為難人嗎 就不應該有要求 是的 這些要順手 誰想做善事就做 不過我們不可以加麻煩東西給他 明白 Andre 你說試過有一次 哥哥走到腳損了 那些你見到嗎 我都起了一坨 不是有一次 他們腳是長多少損 因為那些路 不像我們的路那麼漂亮 那些是石仔路 你看到是爛路 爛路 我的腳都起了 我回來 頭三天都哭不到了 我們上次說寶蓮子那件事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阿森胃BB 他沒有剃到頭 只是留了少許的頭髮 讓別人一眼就看得出 知道你本身是爛菇 其實泰國那邊好像說 剃頭也有一個特定的日子 是嗎 那間廟就是每逢農曆15 他們就要替光 就是看一字 是 然後呢 他們那天還有一些法事要做 要做通宵 就是他們可能 晚上就要開始念經念第二天 每逢十天都要做這件事 我一直念到第二天 對 沒錯 我姨媽也會去幫忙 總之 那天很大的事情要發生 我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我沒有去看 哦 即是一個儀式來的 本身 我知道他們說要念經念通宵 但其實是做些什麼 我不知道 是要做些什麼 畢師傅 其實原本是有大事大節 才唸到第二天的早上 但是如果這間廟 它是有這樣的規矩 這間廟是其實信德國 他們很守戒律 很守戒律 所以不會令和尚做錯 即不是那些質質薄的 對 所以那些和尚思想的質素很高 對